阳光透过大大的落地窗 女主人戴着耳机 躺在按摩椅上悠闲地喝着咖啡 而另一个女孩穿着围裙戴着手套 正在厨房洗洗刷刷 她叫微笑 和雇主相比起来 她的人生却让人笑不出来 父母早逝 因为负担不起学费 大学只读了一半 没有一技之长 无学历无背景 只能做零散的终点工 勉强维持着生活 结完账 她回头厚着脸皮对雇主说 我家的米都吃完了 能给我一些吗 变相地要来饭后 她抽着烟 拎着米往家走 鸽子悠闲地吃着那袋子里露出来的米 而她却浑然不知 回到家 米已经露完了 家徒四壁的小窝 连一件家具都没有 无奈的她 只好出去喝酒 在微笑的生命中 烟和威士忌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再穷 也必须享受它们 微笑还有一个男朋友 只可惜 男朋友比她还穷 平时住在工厂宿舍 微博的收入都拿去偿还了助学贷款 她很喜欢画画 幻想着 有朝一日能成为漫画家 但投稿屡屡悲剧 两人凑到一起 就更穷了 新年马上到了 对微笑来说 并无什么区别 想和男友玩肉搏游戏 却因为天气太冷 不得不把衣服都穿回去 两人相互拥抱着取暖 男友安慰她 要不等春天再做吧 只是生活 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过了一段时间 房租涨了 连微笑抽的烟 喝的酒也涨价了 夜深人禁食 她在账本上反复斟酌 最后只保留了吃饭 烟喝酒 把房租和药都化掉了 微笑患有遗传病 不坚持服药的化头发 就会全部变白 对她来说 就算流离失所满头白发 也要保持着明确的思想和爱好 没有犹豫的微笑 就这么退租了 收拾行李时 她翻出了大学时期的照片 那时候微笑曾组建过一个乐队 当年大家一起挥霍着青春 约好了相伴到老 趁着这个机会 微笑决定去拜访一下他们 看能不能借宿一段时间 等攒够钱再去租房子 一个背包 一个行李箱 便是她所有的家当 首先拜访的 是乐队被厮守文英 现在的她在一家大企业上班 为了职场有更好的发展 她拼了命地加班 跟微笑聊天时 还不忘给自己输葡萄糖续命 一番寒暄后 微笑表明了来意 文英直言 自己习惯了独居 不喜欢和别人住在一起 微笑尴尬地笑笑 简单道别后 便知趣地离开了 从文英那出来后 微笑又找到键盘手团子 谁能想到 当初的摇滚少女 如今已成了围绕在家人身边的家庭主妇 繁重地劳活 紧张地婆媳关系 团子的生活竟是一地鸡毛 尽管如此 她还是很欢迎微笑的到来 宅小的房子隔音很差 微笑轻而听到因为自己 而导致团子夫妇争吵的声音 团子安慰她 没关系 尽管放心得住 两人聊起了曾经的乐队时光 团子笑得很开心 当微笑问团子 平时还弹琴吗 团子却一声不吭 默默地抹着眼泪 繁重的家务让她身心俱疲 团子早已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权力 等微笑回过头 团子已经累得呼呼大睡 第二天一早 团子就开始忙碌 家人的衣食起居 而旁边是排着队上厕所的家人 微笑尴尬地排在了最后 等她出来 却发现团子趴在那又睡着了 微笑觉得很不失滋味 她为团子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留下字条 嘱咐她好好照顾自己 便离开了这里 微笑拜访的第三人 是当年激情澎湃的鼓手大友 她结婚不到一年 婚姻就走到了尽头 结婚购置的公寓 本以为是他们幸福婚姻的象征 如今却成了她最想逃离的地方 她苦笑着告诉微笑 这房子不是家 而是一座监狱 每个月一百万含元的房贷 压得她喘不过气 这种日子要过二十年 曾经意气风发的她 只是不停地重复 第二天清晨 微笑给大勇准备了早餐 还把她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久后 男友放假 两人因为没钱 就去献血换电影票 他们聊起大勇 微笑说 不喜欢欠债的人生 就像牢笼一样 男友并不希望 他在大勇那常住 但他的漫画再一次被拒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带给微笑好的生活 微笑不在乎这些 他安慰男友 有你 有烟 有威士忌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痛苦 不是生活太无情 而是我们太贪婪了 当晚 微笑便离开了大勇家 实在没有地方去 只能在咖啡店睡了一晚 很快 他又找到了第四个朋友 乐队的主唱老王 与前几个家庭不同 老王一家都很欢迎微笑的到来 各种嘘寒问暖 还不介意他在家里抽烟 一家人围着他唱歌弹琴 气氛非常温暖 唯一不好的是 他睡觉的地方没腾出来 只能和老王睡一间房 老王直言 与其到处找地方 不如嫁给我 名正言顺地住下来 他的理由很荒诞 自己因为难科病找不到对象 年纪大了 父母也着急 为了结婚而结婚 也是没办法 微笑听到非常无语 况且自己有男友 拒绝了老王的提议 谁知等微笑第二天起来 老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想出去买烟 却发现自己被反锁在家里 回头一看 桌子上放了一整条烟 这家人看来是想困住他 回想起昨晚的种种 心中不寒而栗 他四处翻找能出去的地方 奈何所有门窗都被封死 好在发现 一处隐秘的窗户 他匆匆留下纸条 拉着行李头也不回地跑了 最后一位朋友 吉他手小美 自从他嫁给有钱人后 就坐上了豪门扩胎 家里的房间多得是 微笑想住多久都可以 暂时不用担心房租的事情 他一边借宿 一边更努力地工作赚钱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脸皮厚的人 攒够钱了就会离开 随着存款慢慢变多 微笑抽的烟 也能换回喜欢的牌子 但这样的穷日子 男友真的不想过了 他决定放弃自己的梦想 奔赴中东打工赚钱 只要待了几年 不仅可以还清住学贷款 还能回来买一间公寓 可几年后的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况且 微笑从来不在意金钱 他要的是 两个人能一直在一起 微笑第一次 因为生活琐事情绪失控 那天晚上 正好小美的丈夫回家 三人坐在一起吃晚餐 平时一副优越感十足的小美 在丈夫面前 显得很拘谨 丈夫让她干嘛 她会乖乖地干嘛 在闲聊中 微笑说起当年学校的趣事 小美脸色突变 豪门扩胎的心机 开始慢慢显露出来 微笑并不知道 小美为了嫁入豪门 放弃了多少 又付出了多少 更不清楚 豪门里会有什么规矩 小美说微笑不知廉耻 连房子都租不起了 为什么不把烟酒借了 长期在别人家蹭吃蹭喝 你就没想过 别人会不高兴吗 自己要去旅行 给了张支票微笑 让她再找地方 微笑显得有点诧异 也有点心寒 微笑并没有接受施舍 在几个朋友间转了一圈 她再次变回了孤家寡人 好在她存了点积蓄 可以找中介租套房子 一连看了好几套 要么太贵 要么就不是人住的 她又来到最初那个雇主家里 女孩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 嘴里说着自己很贱 现在怀孕了 孩子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女孩一副坚强的样子 她要找那些曾经包过自己的男人要钱 然后开一家化妆店 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微笑安慰她 我很高兴 你能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随后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这句话瞬间戳破了她脆弱的面具 微笑为她做了顿饭 便离开了 不久后 微笑的男友即将踏上国外的征程 车子缓缓离去 男友在车上大喊我超级爱你 但在这种时刻 所谓的超级爱有用吗 那只会让爱你的人更难过 微笑来到酒吧 点了一杯她最喜欢的威士忌 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 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但其实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认知中 就好像 面前摆了满桌的美食 我们只挑选自己喜欢的 那些不认识 不喜欢的我们 就直接跳过 或者忽略 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的理由和权利 一转眼半年过去 当年乐队的几人 因为一场丧事再次聚到一起 大家相互寒暄 唯独少了那个叫微笑的女人 她们聊起微笑 说微笑曾帮她们做饭 帮她们打扫过卫生 却没人提起微笑 为什么不来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直到最后 大家才发现 她们已经没人能联系上微笑了 最后还是小美那句 等好起来 会有联系的 对啊 世界所有人情事故 何尝不都是如此 镜头一转 熟悉的酒吧里 那个断不掉抽烟和威士忌的女人 依然还在 只是她已满头银发 她这一生失去了很多 即便最后失去了男友 宁愿流浪 也不愿意再失去香烟和威士忌 帐篷内泛出的红光 与江畔对面的高楼互相辉映 总有人 在不如意的大环境下 依然乐观 最赤贫的微笑 却是精神最富有的 生活 不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 她不是无家可归 她只是在旅行 不要让生活埋灭了你的梦想 不要让生活杀掉了你的爱好 哪怕世界再怎么样 也要坚持自我 微笑着努力走下去 我说 谢谢大家